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些声音文本挖掘技术的应用 秘密实体识别和秘密实体链接 可以提高我们获取知识的效率 使我们可以轻松地获取文本中的实体信息 建立起了一个文本和知识库中的桥梁 如足所示是我们之前提到的Pubtator平台 在上面 我们不仅可以像使用其他文献资料库一样 通过关键词去搜索文献 当我们点击这个文献进行阅读时 文中的实体也已经被高亮了出来 不同的颜色它就代表不同类别的实体 如果点击这些实体 我们还可以获得来自相应知识库的信息 比如说这个高亮的黄色实体 它就是链接到Mesh的一种疾病 我们点它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些信息 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外部链接 跳转到Mesh这个知识库 来获取关于它的更详细的知识 除了文献的阅读分析以外 在其他形式的文本 比如说这个口里对话中 文本挖掘技术也会发挥着作用 例如左下角这个例子 就是一个智能问准的QA过程 病人通常会描述自己的症状 比如说我最近发烧 食欲不振咳嗽 然后我们的诊断机器人 会通过NLP的技术 去分析这些话语 挖掘出其中有因的信息 去维护一个病人当前的状态 然后从而判断 我是需要进一步的深入询问 你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还是我借手的信息 去做出一个最终的诊断 因为这一过程 对可解释性的要求非常高 现有的工作中 模型的推理通常会以贝益斯网络 或者是深度的贝益斯网络 这类模型去做一个backbone 而文本挖掘还是会通过一些 我们前面提到的方法来完成 例如在这片工作中 模型首先会从病人的症状乘数 就是这个UT里面 去检索出其中的实体 然后就通过这个检索出来的实体 去更新病人的状态 这里病人的状态就是这个ST 随后这个模型 还会从知识图谱里面 去检索相关的实体 在这里这个知识图 指的就是个Global 同时因为我们的知识图谱 它本身的规模非常大 就这片工作实际上只抽取了 与病人状态有关的一个小的子图 然后将这个知识图谱的信息 进行编码以后 与病人当前的状态 就是这个ST 以及症状描述这个UT在一起 通过一个深度的贝益斯生成网络 得到了诊断者的action state 就是这个AT 然后最后再由此生成AI的回答 就是这个RT 而右下角呢 它是另一篇工作 它的原理与之也非常类似 也需要使用到 尸体识别和尸体链接的技术 同样的道理 在一些实验分析 还有这个基于病例的 辅助诊断的场景下 我们同样也可以借助 TaxMining 来做一个人工的诊断辅助 然后这一点 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TaxMining的一个重要应用 就是建立KB和KG 使得我们能够轻松地 获取结构化的知识 比如说如图所示 就是我们在CTD中 减少RSP0这个尸体的结果 当我们点进尸体以后 除了化学式化学性质这些内容以外 我们还可以获得与之相关的 疾病基因等相关信息 现在每个表象后面 还提供了一个reference列表 然后里面的每一篇文献 就是分别都是表明了 这个这两个实体之间关系的 提供这个evidence的文献 不过其实很多时候 知识图谱 它并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需求 因为它难以实施更新 同时有不完整性的特点 并不能覆盖文献里面的所有信息 还有很多间接的模绘的关系 它也没有被KG走包含 因此当我们想要获取某些知识时 依然需要去文献库里面去进行检索 但另一方面 现有的生意搜索引擎 比如说PubMed PMC 它的召回和排序方式 往往是根据quary和document的匹配程度 如果我们想问搜索引擎 实体A和实体B有什么关系时 我们会在搜索框里面 去输入他们俩的名字 可返回的文章 虽然是包含两实体的文章 它并不一定反映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这时我们就需要关系抽取的 技术发挥作用了 除了构建知识图部以外 它也可以被用到文献检索当中 例如我们可以使用一个 二分类的关系抽取模型 处理这些被召回的文章 就是这里的第一道迪恩 然后取出 取它输出的这个知性度得分 就是这里的score 然后同时我们使用对比式的方法去训练 从而得到知性度得分越高 就表明文章反映A和B的关系的 可能性越大的效果 然后使用文章级关系抽取模型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可以使其具有跨距推断的能力 从而捕获一些渐渐的模糊的信息 补权现有KG不足的部分 而实际上呢 我们也发现 模型在排序上的表现 与我们的预期相符 便排在前面的 可以都是文中清晰明了地 表达了实体关联的情况 而排在中间呢 则是渐渐模糊地表达关联的情况 排在最后的 往往才是没有表达关联的情况 那种基于关系的文献检索 同样可以帮助生物医学的研究者 极高获取信息的效率 最后 在生物医学的学术研究或临床分析中 我们也需要对一些材料进行分析得出结论 例如我们经常可以读到这一类材料 它是一个描述实验的文本 文本中会给出实验的药物 用药量 实验对象 实验对象的状态 同时给出最终的实验结果 通过文本挖掘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事件抽取的技术 我们就可以得到不同的connection 还有不同的treatment下的实验结果 然后将这些结果进行整合 做一个Renaut analysis 就可以获得对学术和有治疗而言 有帮助的结论 从海量的文本里发现的这种结论越多 从证得到意想不到的生意新发现 和新结论的可能性就越大 我们挖掘 它正是生物医学学术进步的一个助推器 然后我分享的部分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后接下来会由曾正吉学姐 给大家分享关于辅助诊断 和物质表示方面的生意NLP技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